球队本赛季的阵容发生了不小变化 像范云龙 郑凯宇 等多名核心球员离队 对于球队新赛季的对战情况 再次莱斯库首先介绍到 我对球队目前的状况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个冬天我们念的不错 球队走龙于西球员 也有一定的语言 我对现在的阵容也比较满意 所以希望新赛季能有好的成绩 虽然球队本赛季的目标是重彩中超 但是奉养世界足坛 降级之后马上打回去的球队并不多见 对此 横峰主帅也很远 确实 从世界道领域了讲 一边从顶级连载降级的队里 马上打回去的队里不是很高 在中国也是这样 但这必须是我们的目标 我也希望今年能有好的结果 我之前在罗马尼亚和俄罗斯有执教澳极联赛的经验 我也知道真假只能有两个人 所以澳极联赛可能会更难一些 对于新赛季几个冲差对手的期待 对上讲是 联赛中有很多竞争对手 比如奥太 玉成 永昌 可能还会有其他杀出来的黑马 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 作为主教练 我永远会对球队弯求更多 61号